二零一九年五月十七號 立法院三讀通過同婚專法 臺灣成為亞洲第一個 世界第二十七個實行同性婚姻的國家 同年五月二十四號專法上路 不少同性伴侶敢在頭一天登記結婚 然而專法只承認也通過同婚的國家 因此三年多來 跨國同志伴侶無法在臺登記結婚 不過就在行政院長蘇貞昌 宣布辭去隔魁的同一天 內政部同意開放跨國同性婚姻 未來除了中國以外 同性伴侶屬於其他外國人 港澳居民在臺灣都允許登記結婚 根據平面媒體報導 這是行政院長蘇貞昌十九號拍板定案 離任前補齊了同婚專法的跨國婚姻 這一塊 但因為中國民眾涉及登記程序 面談機制等 因此沒有列入 幾乎都是在歐美國家活好走 那其實這些國家都已經有同外合法了 所以其實就是看要去誰家的問題而已 女權跟性別權益各種事情 我都覺得等太久了 所以已經不差這兩年了 因為我覺得人嘛 總是群居的動物 總是有需要伴侶 不應該限制在說 他是一個什麼樣的性別上 就好像說年齡上也不應該有什麼限制 也有老少配啊 影響途年 跨國同性伴侶 也可以開心以家人的身分 說聲We are family too 華視新聞張志勤 薛松前台北報導 哈囉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 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開啟小鈴鐺喔